大家好,我是韩凡 本期视频修对核桃 这对核桃是被他的主人给修了一遍 那么找到我给做一下纹路 这个哥们修的也不错 把这个形上修的还挺正 看看是不是形上修的挺正的 然后这个纹路处理不了了 找到我把这个纹路给做的更贴近自然一点 那么首先我就用我的小宝剑针 给他恢复一下这个纹路的一个大块 然后大块给他做一做 差不多就用这个球针 用球针把这个高低起伏给他做一做 然后继续再换成这个保鲜针 再做细小的纹路 再用更小的球针 把这个细小的纹路给他弄得自然一点 那么这个核儿修的基本就已经差不多了 接下来的工序就是要用到这个OPI OPI它是起到一个抛光的作用 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抛光板 那么为什么要上这个OPI呢 因为他这个核头已经盘过 有尺度 所以说用这个OPI给他抛一下 看起来这个核头就是尺度就恢复了一下 看起来更亮 用这个OPI弄完之后 下一步用那个猪针刷 给他去一下这个灰 然后这个抛光板弄完之后 下一步用这个猪针刷 上那个手柄 去一下灰增加一下光效度 看一下朋友们 这是我修完之后的效果 如果好朋友们觉得本期视频还可以 就请给我留个关注吧 评论区等你们 别忘了收藏转发 我是韩凡 感谢支持 评论区等你们